最近影视圈的艺人们 工作人员们应该都在为了金鸡奖而竞相奔忙 作为圈里一年一度的盛典 金鸡奖的含金量可是很高的像往年一样 今年的金鸡奖那也是群雄逐鹿的战场 各家都在摩拳擦掌准备一绝高下 不过在这其中有这么一对夫妻 着实让人眼前一亮 那就是姚晨曹玉夫妻俩 为啥说他俩让人眼前一亮呢 因为这一家子两夫妻谁也不输谁 双双入围了金鸡奖提名 姚晨是凭借主演M监制的《送我上清云》 提名了金鸡奖最佳女主角 而先生曹玉则是凭借和陈凯歌导演合作的 魔幻巨制妖猫船 提名了金鸡奖最佳摄影奖 两个人入围的奖项分量都是杠杠的 要说起姚晨 曹玉两口子来 那也是贼有意思 两个人从2012年结婚以来就非常低调 但是职业战绩却是捷报频出 婚后的姚晨为观众呈现出了控制 风暴 九层腰塔 找到你 《送我上清云》等等优秀大荧幕作品 在电影中她时而是独立果敢的当代女强人 时而化身热中探险的女战士 每一个角色都深入人心 大荧幕上表现不错 小荧幕上同样给人惊喜 全名热追的离婚律师以及今年大热的一部都挺好让无数观众看到了她的睡便与成长 和姚晨一样 曹玉婚后的佳作也是一步接一步 匹夫 鬼吹灯之九层腰塔 鬼吹灯之惊绝古城 百度人 无问西东 腰猫船 每一部作品都让人刷新一遍摄影这一 part的重要性除了各自发展的稳扎稳打外 小两口共同创办的坏兔子影业也没让人失望 影业出品的讲述失踪儿童的剧情电影《找到你》 不仅入围了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 还成功获得第26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 特别推荐影片奖以及最佳女演员奖项 在本届经济奖中还被提名了最佳导演以及最佳女演员两个奖项 还有今年口碑突出的女性题材剧情片《送我上清云》 实力讲述了当代女性的一段自我寻找之旅 同样成功入围了本届经济奖的角逐名单 两部作品同样出自坏兔子影业 同样由姚晨出任女主角 一个是独自自强的当代女律师 一个是身患绝症的文艺女青年 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 却同样导出了当代那女性的生存现状与心理现状 能够如此博得人心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中国有句俗语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姚晨和曹玉就更厉害了 人家夫妻搭配 不仅不累还能分分钟艳京四座 不知道这样两夫妻携手搭档 接下来还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大家拭目以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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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按钮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